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题93年研究用试题 将一球垂直上抛 然后落回地面 已知空气阻力和球的顺时速率成正比 在图一所示的速度对时间的关系曲线中 若甲直线为无空气阻力时的理想状况 则有空气阻力时的真实状况可能为哪一条线 按照这个图形 我们知道方向向上曲阵 依照提议 我们设空气阻力为Fk 它等于负的kVz 其中这个符号代表的意义是 空气阻力和与物体运动方向相反 物体在空气中运动会以空气分子发生碰撞 空气分子以致发生碰撞 就是阻止物体发生运动 因此 这里有个符号k是一个大于0的比例常数 vz它可以正可以负 如果物体向上运动 那么vz就是正的 因此前面有个符号就代表空气阻力是向下 如果物体向下运动 那就代表vz是负的 那前面再加一个符号 那代表空气阻力是正的 就代表朝上 总之空气阻力和与物体运动方向相反 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f等ma f是合力 如今这个物体受到两个力的作用 一个是空气阻力 一个是横向下的重力 此处的g只是一个大小而已 好 f等ma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看这个运动里面呢 最重要的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起跑点 第二个达最高点时 第三个达终端速度时 首先我们来看起跑的瞬间 由这个牛顿第二运动方程式 我们知道起跑是向上 所以空气阻力朝下 重力也朝下 因此我们得到起跑点的加速度 当然是朝下 大小是g加上m分之k乘上vz的绝对值 很显然的 它比g的斜率 绝对值还要大 意思就是说 在起跑点的时候 它的斜率会比在这个点的斜率更陡 再来看 当物体达到最高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 速度瞬间为0 空气阻力就不见了 因此由牛顿第二运动力得知 此时的加速度为 向下 大小 每秒每秒9.8公尺 也就是负积 再过来 当他们达终端速度的时候 也就是说 速度不再改变 此时合力为0 因此达终端速度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 等于0 由这三个点 我们可以得知 在它运动的过程中 这三点的斜率 是越来越平缓 刚开始 它的斜率是最陡 再过来 在最高点的时候 是次陡 再过来达终端速度的时候 它是为0 因此 它的曲线图 应该是 老师这里所指的这种曲线图 因此我们要选第二个 这个才是正确的答案 那从这个图 我们也可以得出 一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个 终端速度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知道 合力等于0的时候 物体就不会再被加速 因此它的速度就维持一定 所以我们就写下来 这个式子里面呢 合力等于0 那就是代表 等号的左边的sz等于0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 终端速度呢 就等于负的k分之mg 其中的负号 代表它的方向是向下的 大小是k分之mg 此外 我们也可以知道 从这个图 知道上升的时间 应该短于下降的时间 当物体从起泡点 上升的时候 到达最高点 它所行经的距离 应该等于 它从最高点 落回地面的距离 意思就是说 VT图底下的面积 代表位移 那它上升途中 是指这块黄色的面积 应该等于 它落回地面的时候 从最高点 落回地面的时候 这块绿色的面积 我们约列把它看成是一个三角形 对黄色来讲 底比较小 高比较大 对于落回地面而言 你可以看成它的 高比较小 那底自然就要变长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来 在考虑空气阻力的条件下 物体上升的时间 应该会小于物体下降的时间 接着我们来说明一下 在解题过程中 VT图是如何得出的 这部分仅供参考 先讲两个先辈知识 第一个 Nature log 它表示自然对数 是以尤拉数为底的对数 尤拉数的定义 为1加n分之1的n四方 m趋近无限大 它的数值 等于2.71828.0.7个无理数 也就是Nature log 等于log以1为底x 如果Nature logx等于a的话 它就是代表 1的a次方等于x 换句话说你把a再用Nature logx带进去 它就会等于1的Nature logx就等于x 不要忘记了 第二个 Nature logx的微分就等于x分之1 对两边去积分 你就会得出这个式子出来 然后dx跟dx约掉 你就会得出 Nature logx 先微分再做积分 由于微分跟积分互为逆运算 因此先做微分再做积分 这两个共同的结果 就是不微分也不积分 我们得出来的答案 就是Nature logx 因此我们得到 Nature logx就等于x分之1的积分 请注意 这两个式子 待会我们都会用到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本题的物体的运动方程式 F等于MA F指的是合力 它是空气阻力跟重力的合力 而加速度A等于速度的微分 你把dVz除以dt留着 M移到等号的左边 再把k提出来 你就会得出dVz除以dt等于负的m分之k 乘上Vz加k分之mg 其中的g是指大于0的数字 接着我们把Vz加k分之mg移到等号的左边 把dt移到等号的右边 两边做积分便得到这个式子 我们再把dVz改成dVz加k分之mg 由于k分之mg是一个常数 所以它微分是0 因此我们加上k分之mg 把Vz加上k分之mg 再微分 它答案就会等于dVz 我们就把dVz用dVz加k分之mg取代 我们就会得出这个式子 请同学看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做比对 我们就马上知道 这个的积分积出来 就是nature log vz加k分之mg 好 所以在这里 然后dt的微分就是时间t 所以等于负的m分之m 不要忘记着这加一个积分常数 再过来我们用这个式子 我们把等号的两边都取1 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指数 所以根据这个式子 1的nature log x会等于x 那意思就是 1的nature log vz加k分之mg 它就会等于vz加k分之mg 而这边的1的nature log vz加k分之mg 我们就得到你把t等于0带进去的话 那这一项就是1了 所以等号就变成1分之mg 然后t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速度是v0带进来 所以等号的左边就变成v0加k分之mg 因此我们已经得出1的c次方 等于v0加k分之mg 把它带到d4 我们就得出 来这边是vz对不对 然后把k分之mg搬过来 就变成减k分之mg 然后1的c次方用v0加k分之mg带进来 好 化简一下 这里有个k分之mg提出来 那就有一个1的负m分之mg减掉1 再加上v0乘上1的负m分之mg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最后的速度随时间的变化 接着呢 我们取质量是1公斤 重力加速度每秒每秒10公尺 k我们取10牛顿乘上每公尺分之秒 出速我们取10每秒10公尺 我们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我们就会得出 它经过化简就会得到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vz就等于11倍的1的负 10t-1 那我们再用绘图软体把这个方程式带到绘图里面 绘图软图里面去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图形 也就是我们解题的时候的图形 这一部分仅供参考 同学如果有兴趣 可以研究看看 如果时间不够 那这个部分你就留待以后 升了大学以后再去看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